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 我太赚钱了 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 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 正常吃饭 他说儿子 咱们开炫吧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他说你爹味真重 我说你是我爹 他说双Q 我说 爸别Q了 我是双猫胎世家 我爷爷生了双猫胎 我爸也生了双猫胎 我说爸 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 他说我是你二叔 我说那我爸在哪 他说你爸在杨博出去玩了 我最好的朋友 跟我说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呀 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了 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不吃碳水 我说 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对呀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 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 哈哈哈哈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60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18分 老师很生气 说 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没有啊 我自恋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 你们觉得物聊可以先投票 我想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烟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愿意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啊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呢 天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 逗笑我 下马拉 谢谢 收尾太好了 谢谢杨波 投票倒计时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没看懂一个 为啥要做一下中途 因为他也演地铁 是吗 是因为要演 其实是因为 还是累了 孙数大了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 我想讲 我爸住院那一段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是 气氛整下来相信的 所以我设计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更相信一下 因为 相信了是吧 谢谢谢谢 你们好单纯 我是信了 我以为他要宣布 类似于退赛啊 或者是什么 我宣布一个事情 真的想不开吗 但是我是绝对不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杨波的这个段子 特别棒 对 谢谢杰哥 你最喜欢他哪个 我自恋 我自恋 我以为他会说 就是我是那种 打死也不会把对方 供出来的那种人 然后就特别仗义那种 结果他说他自恋 地龙也是的 地龙也是的 对 而且杨波现在等于是 前后呼应越来越多了 那个笑话 其实前后呼应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段子 没有想到更好的底 然后就拿呼应去 找不一下 杨波 那后面再往后走 还有更充足的储备吗 我现在的感觉是 我到后面可能得 玩一点奇怪的东西 音乐多好笑 音乐不在那唱一句吧 但是我不会弹吉他 就让王免给我伴奏一下吧 哈喽 这两年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碰到观众 他说杨波 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儿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 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 你是杨波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走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波 第一个字条是杨波修脚 大企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 然后冠名这个节目 以后这里写杨波 在领效员旁边 美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 让李淡拿起来 杨波修脚 心灵修脚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们住的酒店 隔音也特别差 我在屋里练段子 隔壁投诉我不好笑 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 他告诉我 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 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 音乐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 都认识吧 对 是萨克斯 它的演奏方式呢 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好 先讲一下乐理 这个呢叫笛子 这个节奏叫打笛 这是笛 打笛 打笛 是一个四三排 这个不是我弄坏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Everybody 太破了 这个太可笑了 哎呦 不闹了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 好 音乐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版权 这个作品叫《我的2021》 又名《我的去年》 啊 一月 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醒来发现 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 挡在了门口 我一脚踢过去 是我爸差气的 三月 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 我不服气跟他顶嘴 他说杨波你记住了 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 这些脏话都能用到 当然不是所有开车的都骂街啊 比如开过山车的 啊 六月 我去重庆演出 第一个段子 调侃重庆人口音乐乐不分 现场全是重庆人 场面一片死寂 他们听不出区别 啊 八月 我没写出来 啊 十月 脱口秀大会播出 我在路上走 一辆车减速 能合个影吗 我说可以 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 我拒绝了 他骂我 我赶紧追上去 我说兄弟 咱俩一个驾校的 啊 十二月 我报了个防骗课程 当天我去了 老师没来 虽然老师没来 但我感觉上了一课 好 胡闹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想 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在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啊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 谢谢 要说点啥吗 说点吧 加音乐这个吧 第三轮本来想弄的 但是觉得有点风险 因为很奇怪 就没有 然后这一轮是因为 我看这个阵容 就很有可能淘汰了 可能再不 就是尝试一下就没机会了 而且看这个节目 可能下届也办不了了 所以 我想说 哎呀 我最近 我一直在编乱七八糟的 我现在想说点 说点走心的话 就是 我想说 我为啥讲这个风格 是因为我这个人 我觉得跟我性格也蛮贴合的 我比较自闭 而且 我也不太喜欢表达 就是我 你脱口秀 其实是表达一些 自己的观点啥的嘛 我这人也不太喜欢 表达啥观点 我就喜欢这种 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呀 我最近最难受的一个点 是在于 因为我讲这种东西 都是短笑话 网上很多人骂我 说什么网络段子 明明都是我自己写的 就因为他听到之后 觉得短 或者觉得 哎呀 这个话题 我好像之前看到过 就骂我 然后呢 还有人替我说话 说你去网上搜 搜到样子发出来呀 他说我搜不到 但我就是觉得看过 如果明年这个节目 还有我再参加的话 我觉得就 就讲正常的吧 啊 所以如果 如果之后有 还有想讲这个风格的人 和心理生素能力 比较强的人 来讲弯烂 能把弯烂的这个位置 在这舞台上保留住的话 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会谢谢他 好 我可以就这么多 杨博 我想跟你说一事 我跟你这个想法一模一样 因为我也之前经历过这种 就是别人说怎么着怎么着那种 然后我也非常痛过 但是正常不正常 是别人的眼光 你觉得好玩 就是最正常的生活 是不是 然后 而且为什么 要改啊 就真的会在乎那些事吗 就是这种误会啊 这种 无端的骂骂 我心理生素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算了 杨博 你这个坎卖不过去 不是说你换一个风格 你就能活下来了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心态调整的过程吧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真的很可贵 你们骂骂 就是因为是吧 人家那个谁 帮帮帮帮很喜欢 我很喜欢杨博 但是我觉得 我们没人能够劝得了他 但是我只能说 很可惜 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风格 然后 当然支持你的决定 你想放弃就放弃 也许有一天 你变成正常风格了 发现骂的人更多了 你又回来了 生活很幽默的 那我可能需要 自己思考一下 可能需要自己 有一个环节的过程了 就不要思考 我跟你说 停止思考 生活才会美好 就越思考 生活越不美好 就停止思考 生活美好 好 谢谢大老师 不要思考 谢谢杨博 明年再见 这种形式毕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现 他做这个尝试其实会有风险 我觉得再给他一段时间 他会比较更好 杨博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一季 他内心是有挣扎的 他其实自己是非常想去推陈出新的 他一直是想去突破 One Liner给他的限制的 所以我其实挺期待看到下一季的杨博 他的表现 杨博最后淘汰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这段话 我觉得还比较的坎通身受 因为艺术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所以你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评论 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想明白 虽然有些人可能在攻击他 但是还有更多人在支持着他 喜欢他的这种风格 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转变一个风格的话 我觉得是他的遗憾 然后我自己也会替他遗憾的 有时候看到一些负面评价 因为你会开始很在意这个事情的嘛 所以那些东西就可能会更加影响 但是我现象还是会继续讲这个风格的 因为咱们不能辜负那些 喜欢我喜欢这个风格的人嘛 至于明年要不要换风格之类的 那现在我可能还没想清楚 之后慢慢调整吧 剩下的朋友们大家加油吧 哈哈哈哈 茶兔儿 哈喽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说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谢谢 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 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喜欢你们 有来有往嘛 我们继续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急脚 我们继续啊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我想说 我们这帮人 为了这个节目 真的很努力 一些南方演员 每天练绕口令 刘奶奶 找刘奶奶 买刘奶 我说你这样不对 应该是刘奶奶 找牛奶奶 买经典超绿牛奶 六颗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牛奶奶说 这么好的牛奶 我才不卖给牛奶奶 可以可以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 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 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 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打水漂 之前 我有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恋环到了对岸 被人捡走了 好在对方 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我好 三下就沉底了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 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你会什么 会隐身 你想完了谢谢 吃灯了 厉害厉害厉害 我看周迅杰已经开始打起鼓来了 都是这样的 每个笑话 太喜欢了啊 迅杰就等杨博这一段了 对 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方法 其实他这方式也特别适合你 慢慢说 给我翻译包袱出来 对 我就特别喜欢 而且他说的很广 就是好多事好多事好多事 对 因为都是下编的嘛 所以会很广一些 他就是天上一脚 地上一拳的 是连杨博这个万安德尔风格 第一次尝试 今年感觉已经练成了 如火纯精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方式的那个特点是啥 他就是停顿 比如说多读书 就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 让你这么一说感觉太没有难度了 不是 他就是把 但是杨博他就大师在这 我们只是喜欢啊 喜欢 别别别 不敢不敢 还是自信 自信 对 我觉得这种风格的东西一定要贼自信 就是不自信你也得挺起来 我觉得西服就是我挺起来的工具 就是有他我就感觉 哇 我自己能够更挺拔一点 更自信一点 我觉得杨博每回这个下午看起来 跟放花似的 他每次你感觉 碰 放出来了一个 然后你就鼓掌那种感觉 特别的灿烂 我也是来这儿才知道 什么叫one lighter的 他这个风格男 他没法练 因为他去开放卖练的 他在下面讲 下面二十多个演员 猜他后面怎么翻 然后刨他 所以练就了他 现在就是很难猜到 他那个转折是什么 这个有好处 就是演员猜有好处 就是他们如果猜到的话 我就抛弃了 也是一个帮我筛选的过程 这个创作还是很难的 如何恭喜杨博获得四灯 晋级成功 请上天花板 谢谢 哈喽 他们太倦了 每天写稿到凌晨七点 我晚上十一点睡觉 七点起床 把他们房间的寝物打扰 换成立即打扫 我们竞争太激烈了 包括在后台 今天的主题是躺和卷 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 我有个riper朋友 都在考 我说 哟 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 他说 哎 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 他考上了 工作是给领导写稿 现在他们开会已经有flow了 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王科长 旁边座位没人 写着 别来站边 我女朋友是山东人 我跟他妈说 效果文化是国企 前两天 有人找我直播带货 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 他收了出场费 我说我来吧 网红干不了 那次之后我明白了 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 原因和我一样 为了给家人谋福利 我中学条件很差 学校教游泳 没泳池 趴地下汗泳 看起来像练蛤蟆功 但我学习很努力 考上了大学 这在我们村很少见 我同龄人 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 他们问我考怎么样 我说还行 上了个211 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 还做了横幅 恭喜杨博高考取得 211分的好成绩 我不算厉害 隔壁桌考了985 他们横幅上写着 恭喜抽满分200多分 我大学专专业是水产养殖 在重庆学的 去年我说 我有个称号叫海王 其实不准确 应该是嘉陵江渔王 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 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 我想去交流一下吧 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 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 我说你别太过分 我是嘉陵江渔王 他说少废话 我是黄海龙王 我养鱼的时候 接触到脱口秀 开始疯狂写笑话 鱼堂没观众 我给鱼讲 鱼一直不理我 直到有一天 我讲着讲着 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 我非常开心 然后发现忘开增养机了 当时一眼望过去 鱼都是肚皮炒伤 老板过来 怎么回事 我说笑翻了 老板人好 没跟我计较 他说算了 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 游泳会吧 我说分情况 在水里就不会了 谢谢 上节目之后 我很不习惯 身边人都叫我老师 叫得我贼不好意思 还去考着个教师资格证 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 很有底气了 昨天试服装 他说杨老师 你等我一分钟 我去拿个鞋 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其实我时间到了 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 我真心觉得 我们可以向鱼学习 不躺 不卷 就游 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 希望同学们 都有鲤鱼月龙门的那一天 那时候请记住 鲤鱼是淡水鱼 感谢您的 上一阵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 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紧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厂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淘气 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 我推荐她 看奥运会回放 她被一百米短跑 迷住了 跟我说 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百米成绩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捡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 有人微博问我 你是不是旺词在想呢 我说 不是 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我们继续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 春节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两个人困联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各种人 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了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讲完了 谢谢你们 最后上场的一组演员 大家也看到了 两个班 被张博洋评为 全世界唯一可以讲 双人脱口车的组合 掌声有请 演艺演乐 看演艺演乐 能不能考虑压力吧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 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 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 他们在职场奋斗 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 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 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 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这些东西 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 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 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她的时候 都有一种 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上 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她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你不要这么随便的 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 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 脸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 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 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 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她就一直想拉我 陪她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 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 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打扮 是肤浅 不打扮 是没礼貌 许之远 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 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银美少女战士 他们连打人之前都要变美 他们的变身就是化一套全装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下葬之前再化吗 完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美少女战士变身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他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他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疤痕 和重型机关枪留下的蛋坑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 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 是我们自己 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 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人一人月 3 2 1 请锁票 我们采访一下这个组合吧 默契吗 觉得默契 特别默契 这是双胞胎是天生的默契 真的我就建国 真的一个跟他们好好吃 建国来不及了 他们俩一点都没有那么搞笑 他就是很冷静的在说一个事情 能说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超级难的 其实我理解静姐的意思 就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青春的小姑娘 去讲这种段子的时候 她就会成立 就在这个舞台上 就让你感觉到 她就说的对 他们就是说 盲建国跟那谁不起航 就是这个点 但是两个男人在那里说的话 就怎么觉得 哎 不到位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行 他们已经死了 就不要化全装了 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了 他们俩这个两个的 真的很好 很新颖 因为尤其他们俩是两个美女的时候 更难 更难真的 我觉得要鼓励 鼓励 我觉得今天他们 是我目前听过最有共鸣的 共鸣的一个点 哎 等一下 你跟他们是最有共鸣的 美少女战士 因为我非常喜欢美少女战士 水定月 然后 我打赌你跟他俩不是一种共鸣 对对对 因为我就说 他怎么变身之后 那么喜欢看他打怪兽呢 因为划完装 所以他们那个发现 发明那个点特别的 我觉得特别的 高跟鞋那个 对 特别的奇妙 然后这又说出了一种 这个社会一直有的一个 既是问题又不是问题 又莫莫其妙所在的一个事 对 就让你觉得心特别痒痒 又感觉这事 对对对 莫名其妙的 他们俩就成立了 又深刻又好玩 这个点发现的特别绝 对 我要问一下花姐吧 花姐我看好像就很少穿 什么高跟鞋什么的 因为呢 很少穿平底鞋 就是因为我在今天 是从那个上面下来 所以我怕穿高跟鞋 就是演出会被要求 一定要穿高跟鞋 而且还穿得很高 搞的争议还在 里面还在垫点内 得啊大老师 这冠军吗 谁呀 我觉得他俩的分数 应该不会低的 对对的 我觉得不会 不会被淘汰 起码不会 反正今天是获得了 四个岭校园的拍灯 大家好 我是终于我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谈恋爱 我为了谈个恋爱 自然走太多万路了 我之前为了想提升 自己的形象 还去健身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我突然在想 就算我练到了 有八块腹肌的程度 没有女朋友 我给谁看 对吧 我是无法想象 一个男生健身 是给自己看的 你们能想象吗 一个男生健身 往里面光光练了 八块腹肌 晚上回家对着镜子 我可太好看了 I'm so hot 这么好看的东西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 不可能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太了解自己了 我太了解 我要是有八块腹肌 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有八块腹肌 你知道吗 我太了解 我从那以后 别说女朋友了 朋友都找不着 从那以后拍照 撩开衣服拍 喝水喝半瓶倒半瓶 去别人家买水 一瓶水一块钱 是吧 三瓶水多少钱 我数一下 一块两块三块钱 超过八块 我就数不出来了 真的 假如说一个男生 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面 发过他腹肌的照片 那他就是没有 真的 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 特别 就是没有那么娇如 造作的方法 能让别人看到我的腹肌 你知道吗 我想了很久 有一个可行 就是有一天 我在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衣服化了 然后别人说 吴云辰原来你有腹肌啊 我说孩子 真的不经体 真的 我找个女朋友 本来就够难了 在网上那些人 还竟教我学坏 说什么跟女生聊天 聊一阵子 消失两天 我们先不说 这个方法好不好 关键 消失两天 简单 两天之后 你如何重启这个话题 你也没教我呀 吱吱吴打一话话 哈哈哈哈 前天睡着了 网上真的是不能信了 真的网上不能信 我就在琢磨 就是女生喜欢 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我就发现 女生喜欢的男生 特点都差不多 幽默风趣 干净大方 怎么女生都只喜欢 这一种类型的男生 我们男生可是喜欢 各种各样类型的女生啊 就是 真的 妹妹可爱 姐姐杀我 我不想努力了 神美不要太单一 你知道吗 最善于发现美的物种 就是我们男人 虽然说我们这个审美不单一 但是说实在的 浪漫还挺单一的 我前阵子有个朋友 说要求婚 跟我说准备了三个多月 到最后 他的呈现方式是 在一个草坪上 点了一圈蜡烛 我知道了 哎呀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男观众心里想 说这多浪漫 这不很正常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 你听我一句劝啊 姐妹们 就是是这样 在我们直男的世界里面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点蜡烛 后来他俩结婚了 他俩结婚了 我就当了伴郎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隐隐约约总感觉 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了 我们几个朋友 你知道吗 好朋友穿着正装 像是过来看他最后一眼 还抱着他哭 是真舍不得呀 我的天 这个人就会消失了 没什么区别 你知道吗 朋友圈从篮球旅游 变成了三天可见 就剩下一条链接 标题是 我们结婚啦 那个婚戒 就像是指环网里的魔戒 戴上之后 整个人就没了 你知道吗 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抱着自己的孩子 My precious 从那以后 也叫不出来了 我从他的好兄弟 好朋友 变成了狐朋狗友 真的 好不容易喊出来一次 我们比他都开心 兴高采类跑过来说 老婆今天出差了 咱们去上网吧 我说 大老 你能不能做点 就是你好不容易出来 我们去喝酒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就像得了什么 婚后PTSD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好久不见 去喝酒吧 喝酒 不能喝酒 不让喝酒 婚弟更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已经不会了 抽烟 你抽我吧 家里不让抽烟 这不是我家 那我回家了 当时我看着他回家的背影 就在想 我说怎么越长大越孤单 和着朋友都结婚去了 不跟你玩了 真的 我相比结婚 我其实 我特别喜欢参加别人的婚礼 我太喜欢当伴郎了 真的 因为当伴郎 不光可以完整地体验 一整场婚礼上的 所有开心和感动 还不用你真的去结婚 这感觉很微妙 就像是 像是参观一座监狱 在里面吃了个饭 放了风 交了几个好 homie 等到真正该被关起来的时候 哥们打车回家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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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张就这样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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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吴这场 谢谢吴星辰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的三秒钟 投票 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就是 我觉得 就是结婚好像去死的 那个点 他讲到那个人好像去死 你是喜欢的是吗 对啊 听他的时候 我同时回想 我自己那天结婚 办婚宴的时候 我老公有没有想死的样子 你这个发型 你这个墨镜 他有可能是大学刚毕业 也可能混迹社会二十多年了 就是 就是你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年 我是95年的 他是大学刚毕业 但是看了太多 上世纪的港片 养成了一种奇怪的神秘 噔噔噔噔噔噔 我厉害 你真的为了谈恋爱 练了腹肌了 我为了谈恋爱 真的去健身 我就好好健身了一阵子 然后就放弃了 这真放弃了 为什么 我想不到什么办法 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好身材 你得帅 你这个脸得帅很重要 脸得帅 大老师点评点评表演 我觉得星辰进步还是 我觉得比第一次那个演出 要好了特别 我没有自改说什么好了多少 我就是觉得这次特别精彩 高潮结起 然后让我们觉得都特别有意思 而且再加上李诞 你等于说复活了他嘛 对 我觉得复活的特别的对 没后悔 没后悔我觉得吴星辰今天这场是我见过最好的一场 是不是 上次你也这么说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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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你一直在进步嘛 发自内心这回 说明你进步空间非常大 起点非常低 但是今天还是有两个非常强的对手 是因为我们这期是讨论什么恋爱啊 谈恋爱他刚讲的也是什么恋爱不恋爱的 就静姐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吧 我也是就觉得他今天说的还挺好的 但是他的有些观点就说到某一处你就想砸他 但是他又又握回来了 就有些男生是这样就挺讨厌的想砸他 那下一句他就能让你笑 这种男生也是挺可爱的 就是他的观点不太正确 但表达的非常到位 对 但他说的是好的 他能到有这种很讨厌的点 你有挺爱他的 对 就是他特别会哄人 这不就是男孩最有最大的魅力 对对对对 对于女孩来说 像这样的男孩我们这还有好几十 这男孩走不出对女孩了